我跟你说一个官方信息 张仲景知道吗 张先生知道啊 医生嘛 江寒论是他写的 对 不得了 东汉的人 那你想当年多年了 2800多年 《山寒论》里一共寄了113个房子 其中有69个房子用到了浆 还有什么神冬本草经 知道 本草纲目 更知道啊 那个那里面都有大量的关于浆营养作用的论述 我说这些大家可能不知道 也可能不信 这就是您说的菜市场买的生姜是不是 对咯 金盔药略里 有生姜拌下糖 有当归生姜羊肉糖 这是药啊 您听见我们铁峰老师了 对吧 这个您赶紧扫码加入 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不是为了让您 就是让您一定快点有健康 因为呢 这个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 选择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和正确的渠道 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说 网上您可以查一查提风老师 这个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希望把健康给您 又不希望您呢 有那么痛苦啊 咱们就是平时吃一吃喝一喝 饮食搭配好 生活幸福快乐容易简单 身体慢慢慢慢的就滋润好了 这多好 这就是大道之简 咱今天就说这姜 行 那魏老师今天给咱们提出一个很好的话题 那咱干脆咱们今儿节目 咱就给它设个主题 学会吃姜营养健康 好 怎么样 好 行啊 行 好 那我就第一个问题我得问一下您 老百姓都知道吃姜好 这姜 它到底哪儿好啊 好 要说吃姜这件事 其实生活当中啊 很多人都有这习惯 都用过 姜啊 它有生羊的作用 尤其在早晨 早晨要是吃姜的话 整个人这一天都精神 您就说是吃姜还讲时辰 对 它有时间的问题 还有季节的问题 你比如夏天 东吃萝卜 下吃姜嘛 是不是 但不是说只有夏天才能吃姜 有那位话叫早吃姜赛参当 晚吃姜赛皮霜 这是时间上 夜里不能吃 晚上吃的时候吧 人反而会兴奋 咱们就从营养学角度来看 夏天吃姜 跟生姜里的一些活性物质有关 比方说 首先姜里边有硫化物 然后呢 有一些挥发油 有姜蜡素 夏天天气热 对吧 那么人 往往会在炎热的时候 食欲不振 叫苦夏 不爱吃饭 但是姜 它那里的姜蜡素呢 它能刺激味蕾 味觉神经一兴奋 它就会给我们的胃粘母啊 发信号 它能够加快血液循环 对吧 所以会有那么句话吗 夏吃姜 平衡 平衡阴阳 能够排施 能够去寒 能够保护胃肠 所以夏天很多人 有的时候贪图凉快 喜欢生吃一些冷寒的食物 对 喜欢呢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中 像我这样 没空调活不了 其实这些行为 都会导致体内的寒气过重 对 因此呢 可以借助这个生姜啊 去风散寒 是这意思吧 对 其实啊 夏季这人呢 更多的时候 是吃一些鱼腥的东西 海鲜 喜欢生吃 但是夏天呢 这个细菌非常活跃 你吃生冷的东西 你在存放的过程当中 就有可能被污染 对 有些食物就可能 会刺激我们胃肠道 导致一些胃肠炎 肢性肠胃炎 经验 厨师的经验 发现加了姜末之后 吃它才惹麻烦的人少 于是慢慢一代一代总结 就发现 这个 这个生姜 这里边的物质 它能够抑制一些细菌 比如说沙门氏菌 它就能够改变 保护我们的胃肠健康